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 这一年小象波比的奶奶实在是太老了 按照象族的风俗 为了不影响大伙的行动 奶奶远离了象群 她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躺了下来 象群继续着日常的生活 小象波比突然发现奶奶不见了 就跑去问妈妈 妈妈妈妈 奶奶到哪里去了 妈妈告诉她 奶奶呀 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接着妈妈就给小象波比讲了象族的风俗 可是小象波比非常想念奶奶 她怎么也无法接受与奶奶永远分离的现实 她一边哭 一边往回走 她下决心一定要把奶奶找回来 奶奶多好啊 奶奶是那么的爱波比 而波比也是那么的爱奶奶 可是奶奶再也回不来了 她永远地离开了波比 小象波比 离开了象群 小象波比放声大哭 妈妈搂着她 安慰她 让她别难过 告诉她说 生命是生生不息的 这个故事太让人伤心了 是吗 小朋友 你也别难过 小象妈妈说得对 生命是生生不息的 小象妈妈 ни和对 小象嘛 就是小象 小象 小象 大概 lim的 空小象 小象 小象